两名缅甸籍青年在欧斗之中打死了一名同乡 是的 这两名男子今天在槟城佛罗山被推市亭 被控谋杀罪名 另外 早前违规携带找刀进入球场参赛的业余足球员 被控上地铁面对两项控撞 虽然他承认危及他人生命的罪名 但是他否认蓄意纵虎罪名 最终他被判坐牢14天 来看一组法庭新闻 两名涉嫌谋杀同乡的缅甸籍青年 今天被控上槟城佛罗山被推市亭 面对谋杀指控 两人分别是20和24岁 在聆听控撞之后 两人点头表示明白 由于谋杀案属于高庭悬线 因此没有记录显示两人是否认罪 根据控撞 这个月4号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3点之间 两人在佛罗山被打工的泰国餐厅内 打死了一名缅甸籍男子 因而抵触了302谋杀条文 并可在刑事法典第34条文下被定罪 如果罪名成立将面对死刑 或最少30年到最高40年间进行刑罚 或至少12下鞭持 推市则定案件在12月3号过堂 以等待死者的脱氧核糖核酸报告 同样在佛罗山被推市庭 一名华裔商人承认盗用一名去世男子的身份证 来签署房子租赁可约 偷电进行比特币挖矿 今年被判罚款6000令吉 如果无法缴付罚款 将以坐牢8个月来替代 根据控撞 42岁的被告Lim Chong Lim 在2021年8月6号下午3点半 在佛罗山被亚伊布跌路 盗用已经去世的48岁华裔男子 Chu Kokwa的身份证 蓄意欺诈一名中介 与对方签署房屋租赁可约 再盗取国能电源进行比特币挖矿活动 导致该名中介被国能起诉 还因为面对将近13万令吉损失 而宣告破产 被告的行为抵触 刑事法典第416 冒充他人欺骗条文 被告当庭认罪 推示裁定他必须缴付6000立即罚款 携带爪刀进入球场 还用刀指向对手球员的业余足球员 今天在吉隆坡地庭 面对危害他人生命指控 他当庭认罪 被判坐牢14天 22岁的被告诺伊曼 被控在这个月4号5月12点45分 在地沙美拉迪足球场 亮出爪刀恐吓对手 被告的行为抵触了刑事法典336 危害他人条文 罪诚的话 可面对最多三个月监禁 或罚款最高500令吉 或两者监失 调查期间 警方也发现被告涉及一起 向娱乐场所抛制器油弹的案件 是纵火案的通缉犯 因此今天被告也在法庭上 面对另一项蓄意纵火罪 但被告否认罪名 法官允许被告 以12000令吉保释金 以及在意人担保下保外候审 此案则定9月25号过堂 听说了 还是逼合眼睛的 啊 稍 dic 走 啊 啦